要不然你們就這個有自己的一個主張 你們被美國人吃得死死的 因為中國已經講話說 臺灣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能跟他站在一起 因為這顯然不跟中國在一起 又不跟美國在一起 是要在哪裡 那要不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其實有一些槓桿作用是可以做的 你們有槓桿作用嗎 我舉個例子 馬英九上次我們廣大星 廣大星的事情的時候 跟菲律賓漁業的這些談判嗎 菲律賓不要插在一起 最後呢 美國施壓 美國跟菲律賓施壓 馬英九得到了一個證據 這個證據我們也歡迎 也是他很努力 然後美國有施壓菲律賓 我們就說跟菲律賓漁業協定 都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就是槓桿效用 所以我們要去善用那個槓桿效用 但是在善用槓桿效用的時候 我認為說不必 智慧一點 就不必說廢藥一定偏哪一邊 所以說美國他當然可惡 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中國更可惡 不但為了國家利益 還要吃掉我們 至少美國不會想吃掉我們吧 他還想吃掉我們 所以在這一部分來講 因為那個槓桿效用要怎麼去 我所謂的不要跟中國站在宇宙 不要被他吃掉 但是有時候也要利用他的關係 要給美國人知道 你不要把臺灣逼到最後臺灣說好 不然不然跟你站在街上 施壓 然後跑去那邊 美國人家說沒有 你好臺你去找 不會 我跟你說 你打架子才會換到他靠 所以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講這個話 外交不會這樣講 其實政策很難做的菲律賓 你要用槓桿利用 這一部分當然就是一個 所以我看不出來槓桿在哪裡 所以我們不能說在圖像在哪裡 已經不簡單了 已經派軍艦了 按照美國的標準是 連軍艦都不讓我們派了 美國是要讓我們乖乖的少講話 不囉嗦 結果我們在蔡英文 已經派了軍艦 因為台灣新聞太自由了 那為什麼蔡英文不敢去太平島呢 為什麼不派行政院長去呢 我告訴你 我已經 我跟你講 有一個女記者講的 我再講一遍 有一個電視台女記者 她在她臉書上面留一個言說 我們這個剪影片 剪這個太平島的這個新聞畫面 剪半天都是馬英九 因為她講得很好 她說蔡英文政府將來 在所有的新聞影片裡面 提到太平島的時候呢 難道都要揉馬英九 在太平島上的畫面嗎 這個雖然是一個 一個記者的一段話 可是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印象的主張 剪陳水扁以前去的袋子 你們陳水扁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也可以剪那個余政縣去的時候 大家簡單都剪最新的啦 你不管怎樣 你不能夠最新的 你不能夠在討好美國 畏懼美國的這個情況之下 做一半 美國人是這種人嗎 美國人就是剛才石秋 講的實力原則 他要把我們拋棄的時候 一個晚上就把我們斷交了 那你這一次 你也應該有一個逼到最後關頭 對臺灣人民有交代的主張 這個 據說 這個講得好 美國人聽到了 要講給他們聽 據說老美對於我們 第一時間說不執行 認為他沒有法律拘束力 老美還生氣的呀 我們人民 他憑什麼生氣 我們的國安團隊還要跑去 跟老美說 我有人民要 我有人民要那個那個那個 要充分表達對美國的不滿 你美國沒有選民嗎 對不對 政府 我們的總統 在現階段在某一個部分 還是要模糊一下 這個這個倒是有 我倒是贊成 結果兩邊不是人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兩邊都不強烈 你應該一邊一邊跟美國這個爭 我們這個太平島的主權的問題 被你美國人出賣樓就罵你 然後一邊罵老公 其實美國第一時間講話是 美國人是很會玩政治 跟隱匿的語言 叫做創造性謊 美國說這個仲裁出來 中國跟菲律賓有拘束力 要遵照這個 他講來講去 只講中國跟菲律賓 好 然後其他國家呢 他不要說 按照我們國內的 或者是世界各國訴訟的原則 我跟王世堅打官司 我們兩個人 主文 對我們兩個有效 接下來的理由重難 談到第三人 對第三人也是無效 我們的判決對第三人也無效 所以這以後在國際判決裡面 所以我為什麼我在昨天的質詢 我特別跟李大維講 我也跟包括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教授 他現在是當副主委 他們都是專家 我跟你講這一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弄個學術研討會 把這些理由弄好了以後 就送給美國跟日本 檢查太平島去喝喝水 再說啦 在太平島開一個學術研討會 對 應該的 把這些專家找來 就在太平島開 我贊成 然後馬英九其實他也有找幾個學者 專家去 找個地質學家 去弄一弄 他有找一些國際法的學 學者有 陳立童 宋彥輝 這些都有去 然後他去到那邊 我們開個學術研討會 然後把這些弄出來以後 然後問一下日本 請問 蔥之鳥礁是什麼東西 拼一拼 兩隻酒頭 跟我們兩隻鎚合起來 比我們這兩隻合起來 比較適合 可是你們行政院跟你們外交部 都還說蔥之鳥 還是交還要等聯合國宣戰 這個昨天我質詢完了以後 李大維他公開講 他說委員你質詢了有夠好 這一段 他當場只是弄出來 馬上交給亞東關係協會 叫人去解釋 叫日本人參考解釋一下 我請問區委員 這就是槓桿 我又很生氣 你又很生氣啦 你一直很生氣 這件事情我對民進黨 不行不行 我跟你講民進黨是要 生氣對皮膚不好 民進黨有兩邊 民進黨可以有兩面的手法 兩面的手法 但是民黨選擇的是低調的 軟弱的手法 不是強烈的手法 我說過這麼多錢啊 就先把老美罵一對 再把老公罵一對 你們不是 在躲在下面 都怕老美罵一對 我昨天在立法院的質詢 大聲到李大維說 這個好 我告訴你 通通給他們聽到 你叫李大維去跟IRT抗議 他會送去 他會把我講的送過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Google一下 看我質詢了 那為什麼逢世寬講太平島運彈藥 什麼東西 李大維就要去道歉 你們中華民國的這些人 有沒有中華民國官員 我們應該有的氣節呀 那個 周一寇小姐講的有部分其實是對的啦 就是說美國到底把台灣當作出來 一小部分 我們台灣長期以來 我們認為說我們是美國的看門狗 可是我現在越想越覺得說 不是 其實美國 美國不是把我們當看門狗 他把我們當流浪狗就對了 也就是說 我們要看在這個地方 還是他同意 他隨時要我們走 也可以走 那事實上美國在對臺灣這個部分 因為基於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 去談判的人 他們都為了個人或個別政黨的利益 他們沒有站在整體臺灣的利益 所以美國覺得說我私下就給你們這些來談的人好處了 那所以他對臺灣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臺灣負擔的在這個自由 歐美日聯盟 我們對抗共產世界 這七十年來 我們臺灣每年少負擔一千多億 多責兩三千億 所以是因為你講到一個重點 所以臺灣要做的事情是努力的去彰顯 去凸顯 或者去配合去符合 美國跟臺灣的共同價值嘛 這不就是保護自己的辦法 我們認為我們臺灣 那你軍備把我出錢啊 這倒不一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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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一定 為什麼韓國人要有錢 我們對美國 我們就是他自己花錢買你的武器 我們就是抱持說 我們認為價值高於利益 我們跟歐美日共同追求的是一個價值 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們認為這個價值高於利益 為什麼 因為中共數十年來對臺灣 除了文公武賀以外 他最近這七八年來一直在讓利 他要用利益套住臺灣 但是我們臺灣沒有 我們站在大肆大飛 我們認為價值高於利益 所以我們選擇對歐美日這邊比較傾斜 那但是到現在到這一次 這個太平島這個仲裁出來 我們看清楚說原來美國完全不把我們當一回事 那我認為這個用談判就可以解決 沒有 美國不是不把我們當一回事 美國說這沒你的事 對 因為他怎麼會沒有我們的事 他把我們打得鼻青臉腫 這就是很可惡的事情 這就是很可惡的事情 這已經完全影響到我們的 我們的經濟海域 怎麼會沒有我們的事 他抓我們的 菲律賓抓我們的漁民 去關 去殺 不是三天兩圍的事情 結果美國長期以來就站在他偏袒菲律賓 因為他認為菲律賓是他美國的第五十一州 他美國把他認為他就是我美國的一部分 你看菲律賓跟美國買了多少軍購 零 臺灣每年兩千億 王毅遠 這個美國 我舉個例子 我們太太到市場去買個菜 你買一整籃的菜 也懂得說 我跟你要三三顆蔥 三根蔥免費 來幾顆蒜頭免費的 不是嗎 那我們臺灣跟你美國這麼大的軍購 你講保護費也好 你講買武器也好 你好歹你要幫我們臺灣照顧 我們基本的利益 問題是只有美國這家在賣菜 我們的尊嚴 我們國家的尊嚴 跟我們的榮譽跟我們人民的性命 那如果我們臺灣這個國家 我們要開始省私這一點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含不含掛漁民 我們的經濟含不含掛我們的漁權 我們的漁獲 如果有的時候 那我們就應該要站出來 嚴正的聲明 所以蔡英文總統 昨天前天的第一時間的回應 都完全正確 但是再來 再來我覺得我們就應該把持這個 現在名氣可用的時候 我們要跟美國講清楚 我們現在就是問他 你是把我們當什麼 我認為他把我們 誰去跟美國講清楚 我認為 誰敢 當然了 就是我們民進黨政府 那麼 就算蔡英文不方便講清楚 你們民進黨人 有人去跟美國人嗆聲過嗎 我認為是到一個時候是應當的 為什麼 到什麼時候 而且我真的覺得你太浪漫足以 美國基本上是價值 價格多於這個 對 價格多於價值 利益高於價值 我們講八零年代事情 大家還記得清楚 雷根那時候在競選的時候說 他要恢復跟中華民國的邦交 選完呢 當然跟這個中國大陸的利益 高於跟臺灣利益 他還是繼續維持 這美國在現實社會裡面 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自身利益 去犧牲別的盟邦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錯 話講回 我跟你講我們大家都在片段式的理解 美國捍衛他的價值的情況也很多 你越戰不就是嗎 打到自己連連這個衣服褲子都沒了 還照打 我請問你 也許是面子 我覺得越戰裡面 在美國內部引發多少價值的爭論 是沒有錯 所以是美國的價值 到底用他的利益去引導他的價值嘛 所以一樣在這個判決裡面 他是先射箭 再畫靶 確定說OK 大家都是膠 大家都是膠 然後大家都沒有所謂兩百海里 我再去找理由去填充嘛 這不是就這個結果嗎 我先補充Coco一段話 我覺得很重要 可是就讓我們答案講出來了 Coco剛才講美國這一方面 還有事先講軍火商利益 美國有個大師級的人物 是NIT的忠稱榮譽教授 是左派學者裡面頂尖中的頂尖 叫做Homsky 他直接講得很清楚 他說美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義 而且他怎麼講 他臺灣就是這個美國 這個恐怖主義的小弟 他直接點名小弟 他就 他而且還用了一個非常有名的電影 在一九七二年獲得 邱哥 我們都知道中國跟美國 都是世界上 你叫他霸權也好 強權也好 恐怖主義也好 問題是說臺灣有沒有不選擇的權利 如果有的話那當然不要選 對 那如果要選的話就要限時 就說美國是 但是他用什麼形容詞呢 一九七二年 剛剛發著這部電影 他美國就是那個黑幫老大 我們是替他收保護費的 丟那個碼頭的那個小弟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說 你要當他的看門狗 狗飼料應該他提供 你要當他的保全 你起碼你的防辦 背心要他提供 怎麼會說長城預警雷達 或者是空中應景 這些全部都是 現實是說 美國說狗飼料 只有我獨家供應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請你到別家去買 別家沒有賣 別家一樣有賣狗飼料 這樣別家不敢賣你 我現在情況 我再補充一點 剛才其實彭提講的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這也是我今天最擔心的 如果今天 如果南海真的發生衝突 真的 我們希望永遠不要發生 對美國沒有好處 對東國大陸沒有好處 對菲律賓沒有好處 只有對一種人有好處 就剛剛彭提提的月戰 美國軍火商 美國後來在國防部解密的檔案 月戰之所以升高 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東京灣事件 那是美國人製造出來的 他製造這個東京灣事件 假借北約的炮 北約的炮艇 攻擊這個所謂的美國的驅逐艦 然後全力升高 我們都知道戰爭沒有贏家 就軍火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只有軍火商有贏家 所以我們就棄手 這也沒辦法 可是事實上你看 月戰是美國 歷上唯一輸掉的戰爭 就算即使對軍火商有利益 月戰也讓美國灰頭土臉 整個美國在七年代 就成為全世界唾棄的國家 你看在一九六零代 七年代 所有知識分子 除了雷莫阿宏 敢說我認為馬可是共產主義的問題 所有知識分子是最瞧不起美國的 因為他是一個標準的帝國主義 不管是羅素或者沙特 他們對美國是整個知識分子 包括大學生是最瞧不起美國 而月戰對美國當時傷害之大 原因就是軍火商操控的結果 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所以我也同樣期望 接在整個南海的局勢裡面 大家如果爆發衝突 我說實在的 當然不管是當事國 北利賓 臺灣 中國大陸或美國 其實都會受到損失 唯一獲利的就是美國軍火大陸 這問題出在說世界各國都沒有辦法理性的 來看清楚這個世界的局勢 沒有辦法理性的去看看自己這個地方 到底是不是應該屬於自己的 大家都用這種類似義和團式的這種 這種心態 只要是我的我就不能放 所以才會造成很多的戰爭跟衝突 所以我才一直講說 臺灣反正現在就是你兩大之下 難為小 那能不能在這些紛紛擾擾的 這個黨派之間的爭執之後 冷靜的下來 做一點點學術上的探討 看看我們的太平島 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的太平島的周邊 到底這些這些島 到底該怎麼樣來看 好 我們再來看看 曹長津觀點的另一個部分 來請教一下歐副校長 他這個地方 他講的意思是說 他說其實大家看清楚 這個南海仲裁 他事實上是美國領銜的 菲律賓 越南 日本這些周邊國家 這是一個陣營 剛剛大家都講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他叫美國隊好了 來跟這個中國專制政權的較量 就是南海其實講白了 菲律賓也是個棋子 美國隊跟中國隊在打 那臺灣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不干我的事 可是臺灣看起來是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後 你要打美國隊還中國隊 你總不能說我一個人組一隊 這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現實 作為民主國家 臺灣 曹長津認為 卻在這時候發出了刺耳 跟這個民主國家角色 完全不協調的聲音 那麼這個被視為在這個 很關鍵的時候 選擇站在獨裁中國的一邊 這是曹長津的觀點 另外他就舉了一些臺灣的媒體 他說聯合報說 南海仲裁是荒腔走板的不知判決 泛洪的中國時報 他提出他的說法了 兩岸恢復對話共戶南海祖產 這是中國時報的觀點 好啦 那麼這個部分呢 馬英九也說了 他說絕不接受荒謬不公的國際仲裁 洪秀柱主席說他在臉書上說 他公開的用中國的九段線地圖 捍衛中華民國 其實曹長津的觀點說 其實是在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歐副小長 你的觀點 我從這個判決出來以後 花了時間把這個國際上 凡是有對這件事情說法的學者 或者是專家 在英文本或者是日文的 或者是中文的看了一下 那我現在要講是說 有一個觀點是曹長津欣 可能比較忽略的 他他目前為止所說的主要是在政治層次上 那問題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首先是法律的問題 那我先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可能是徐律師 應該是專長的 就是說從國際法或者海洋法上面來看 我們面對這一個case 太平島這個case 我們有沒有 這臺灣有沒有提出和中國大陸 不一樣的論述 沒有 只是必談而已 這件事很重要 對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這個 甚至談的一模一樣 反應九 這才是問題 這是point that's the point 這才是問題 如果臺灣 我現在講臺灣 就不是指什麼民進黨 國民黨 就是我們整個臺灣 在這個國際法律上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提出一個論述 這個論述是有別於中國 在對太平島這樣的論述 那剛才徐律師已經回答了嗎 沒有 其實蔡英文總統有了 他提出五點看法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 沒關係你請說 對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訴訟的過程有沒有提出來 不是等到訴訟完了以後才提出來 這就是另一回事 這訴訟過程你必須要提出來 尷尬嘛 就人家沒有邀請 我們為什麼訴訟 訴訟的過程裡面 一直會提不出去 請問誰阻撓的 歐教授 這個重點要講出來 這個重點要講出來 誰阻撓的 我現在 我現在就希望從一個法的角度 先把它釐清楚 我今天贊成臺灣主體 跟我要不要放棄太平島 是兩件不同的事 我雖然我支持臺灣主體 支持中華民國 但是我也要求放棄太平島的部分 我還是要 沒有啦 這個判決沒有叫你判決 你那個曹長青的想法就是 曹長青的法就是希望 這件事情是影響了你的海域啦 那你的海域其實在過去也是沒有執行的啦 不是 他的想法很簡單吧 就像你臺灣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跟著美國走吧